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来读谋公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辞职 全军为上,破军辞职 全旅为上,破族辞职 全五为上,破五辞职 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讲的是祭 第二篇讲的是预算 第三篇讲的是功臣 这是次序 李全的注解叫合政为战,为臣约公 所以这一篇是在作战片之后才会出现的 这就是他的顺序 曹操的注解叫欲公臣,必先谋 谋什么呢?谋就是往昔注解的 叫谋厉害关系,屈敌必害 打仗不是为了杀敌啊 因为杀敌是要付出代价的 杀敌一千,自杀八百 所以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小之厉害让他投降 全臣,全人,全财,全货,全部归于我 这是最好的 这就是孙子的求全事,思想 全国为上,破国辞职 曹操的注解叫 兴师深入长驱 据其城阔,据其内外,据敌国来复为上,以兵击破,拜尔得知,其次也 把敌人围起来,让他绝望,认清形势,投降,那是最好的事 他如果做困兽之斗,我们去攻击他,那就要付出代价 得到的也不是一个权臣,而是一个破臣 更何况,战争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还不一定真的能够完全胜利 曹操罚江南,刘宗投降,曹操于是就得了徐州 他还得了蔡茂和张云的水军,这是全国为上 之后孙权不降,于是他就有了赤皮之战 曹操打败,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能够进军到吴国去 楚汉之真就是一个例子,讲的是刘邦和韩信 刘邦派了栗时机,这个谋士啊,说响了齐国,这就是全国为上 齐王啊,田广,投降了汉王刘邦 这个时候呢,栗时机向齐王保证说,如果汉军来攻打你啊 你就把我人到国里住了算了,自己留下来做人质 然后每天和齐王在一起喝酒聊天,那齐王也听信栗时机的话 撤去了齐国的守备 没想到韩信一听啊,说栗时机一届书身,凭借自己三寸不滥之舍 就说服了一个强大的齐国,功劳竟然比他还大 于是心里不爽,开始抢功劳 韩信于是按照谋士彭通的计谋,突然发病攻打在立下的齐军 这个时候齐军没有防备啊,被韩信以鼓作气全部拿下 齐王以为是栗时机出卖了自己,于是真的把他扔到锅里住了 齐王自己也在随后的战争当中被杀了 韩信是不是不懂全国为上的道理呢? 那当然不是,他在之前啊,去拿那个燕国,去打下燕国 就是挟持了魏王宝,然后又抓了下说,斩了陈安军的兵权 然后用王武军的计谋派了一个使臣,拿了一封信,就说响了燕国,也是全国为上 那么齐国想了为什么他还要去打对方呢? 是因为想的不是他了,是别的人说下来的,谈下来的 于是他就要打,于是就要破国辞职 他把已经属于刘邦的齐国打下来,然后杀掉齐军 这其实也是属于刘邦的兵马了,因为已经投降了嘛 再转头去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 可以说这个时候,其实韩信已经埋下了之后 他会遭遇杀身之祸的种子了 王夫之说,韩信其实死得不远 因为他不是真心的去效忠于刘邦 他是随时和刘邦去谈条件,算精良药,一些有利于他的一些条件的 齐国是讲注意的实在人啊 想了就想了,绝无二心 韩信呢,是为了抢功劳 于是呢,灰狮鸡响,海的立狮鸡被喷 田氏呢,整个宗族被灭 血流成河 所以韩信死得不冤啊 齐王的田广和立狮鸡才是真能冤 全军为上,破军辞职,全旅为上,破旅辞职 全族为上,破族辞职,全武为上,破武辞职 这讲的都是战斗的编制 军呢,军一军就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一支部队 旅呢,是五百人的部队 族就是一百人的部队 五是最小的作战单元啊 就是五个人的一个部队 这就是说不管到了哪一级 你是一个国也好 一军也好,一旅也好,一族一武都好 都要求权,以不战而胜为最好的方法 所以百战百胜不是什么好事 用李克对魏文侯的话来说叫树胜必亡 为什么,为什么就打了几次胜仗 你的国家反而危险了呢 每一次胜利其实都需要有代价的 都要有所消耗 百战则明辟,百胜则足交 如果你又疲惫又骄傲 对方憋住了镜,想要血吃,想要干掉 你可能下一仗就会翻盘 再说了,如果你打了百战都是百胜 你还在打,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究竟这个肾的质量并不高 没有解决根本危机 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遮也 传习而定,就给了一封习文 写个告示就能平定天下 这是最好的了 四肢呢,也要一战而定 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 百战百胜其实本身就是问题 下一段 人文上兵伐谋 上兵伐谋啊,不是说打仗你要用计谋 而是说你要打仗要破坏对方的计谋 计谋双方都有 双方都是谋定二后动 把敌人的谋先发掉,他就动不了了 最典型的战力呢,就是东汉时期啊 扣征去讨伐高峻 高峻派他的谋是黄浦文来使者啊 来做使者来去进监当时的扣征 扣征二号不说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就给高峻送去一封信 说你的军师无礼已经被我斩了,你要投降就赶快 他是高峻的军师,是他的主心股 高峻叛他来,其实就是为了查看虚实的 回去之后定一个计策来做决策 留之则闻得其计,杀之则郡王其胆 反正如果我把他留下来呢 黄浦文就知道怎么对付我了 而如果我把他杀了 那么这个高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就不能把他放走 于是就把他杀掉了 这就叫上兵伐谋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啊 直接把主母给杀了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还是注意分析判断去破坏对方的计谋为主吧 第二个案例呢 叫折冲尊祖的一个典故 折冲是古代的一种战车 叫折冲计 他专门阻挡对方的冲锋 对方冲过来挡住他 就像一把刀折断一样 他折断他的冲锋 尊祖的意思呢就是酒气 折冲尊祖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不用武力 而是在酒席谈判当中去制敌取胜 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春秋齐国时期的那个 丞相 叫燕子制敌千里之外的故事 定平公想攻他齐国 于是呢就排那个范照为室 去刺探一些情况 齐景公呢设宴招待 酒到半熏啊 大家都有点畏熏了 这个时候呢范照就对齐景公说 想讨一杯酒行不行啊 从您的杯中去讨杯酒喝行不行 景公说这有什么不行 来人把我杯中的酒倒给客人 范照一口就干了景公的酒 下人正要给双方针酒 胭子就突然大声喝到说 且慢我们要给国君换一个新的杯子 于是范照就不大高兴啊 假装自己喝醉了 那起来就是这个跳舞 于是就对太师说 我想跳支舞能为我成舟之乐吗 太师冷冷的说 我们没有人会做这个应连 于是就把范照给气走了 酒燕吃完了之后 吉景公说你们今天这么回事 这是打国使者啊 这个晋国使者来了 来看看我们的政治 你来惹他生气有什么好处啊 那不是惹麻烦吗 这个时候燕子就说 这是给他关政啊 看看我们的政治究竟如何啊 你看这个范照 绝对不是不懂礼貌之人吗 他故意跟我们调事 君臣有别 他要国君杯子里的酒 就是在挑衅 就是在试探 所以我给您换一个杯子 不喝跟他同一个杯子里的酒 以免乱了尊卑 你看在古代 尊卑有序 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利益和利益 太师说 陈州之乐是天子之乐啊 不是人尘能武的 当然不能给他 做这个音乐啊 陈州之乐是天子 行礼的时候会放的一种音乐 这是只有天子才能用 所以当范照说 能不能有演奏 陈州之乐的时候 太师当然说 这不行 不能给你演奏这首乐曲 范照回到了靖国 就回报给了靖平公 他说 齐国是不能打的 我想侮辱他的国君 但是没想到 被他的这个丞相给试破 我想乱他的语 但是又被太师给试破了 齐国是有贤臣的 我们不能随便打 孔子就赞叹这件事情 他说 吴越所尊祖之间 而折冲于千里之外 燕子之威也 在举杯谈笑之间 就罚掉了 靖攻旗之谋 退了千里之外的敌军 这就讲的 上兵伐谋 第三个案例 讲的是春秋时期的 秦伐靖 这时候靖军的将领 叫赵顿 来去抵抗这个敌人 上军 就是前锋 左于平 就说 秦军原来不能持久 我们声勾高磊 把他好作就行了 秦军打也不是 退也不是 真的按照 靖国的说法 就直接用了一个很深的战略众生 去挖了很多战壕 打一打不过 弄也弄不了 所以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时候 秦伯就问 世慧 怎么办 世慧说 这一定是鱼片的主意 不过呢 进军当中还有一个人啊 叫赵川 是赵顿的堂执 又是进军的女婿 这个人不懂军事 适从而交 好勇而狂 而且呢 他最不服的 就是鱼片当了君主 就当了这个左前锋 咱们去骚扰赵川的部队 他肯定会出战的 于是呢 一计而行啊 骚扰赵川 赵川追出来没追上 回去之后非常愤怒 就说 果粮作假 我们在这里吃着粮食啊 穿着兵式的牌甲 就是为了杀敌的 敌人来了 我们这是要干什么 说一下人 说这是在等待时机啊 赵川说 我不管他们有什么谋啊 如果他们不打 我自己打 于是呢 率领本部 一起去出战 赵顿听说赵川冲出去了 那他没办法 那还得救他呀 他毕竟是 这个王的女婿 能不救他吗 只能全军出动 于是跟勤军大战一日 不分胜负 寇寻之伐谋 是直接把敌军的主谋给杀掉了 燕子的伐谋呢 是伐掉了敌人的未臣之谋 世卉之伐谋 是破了敌人以臣之计 不能因为你的队友是猪 你就跟着做猪嘛 所以这三个案例 就是上兵伐谋的 最典型的三个案例 值得大家的思考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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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